疫苗到貨又有好消息 9月17號晚間自購莫德納108萬劑到貨 將提供打第二劑使用 椎中心加碼宣布 當天開放7月9號前 打莫德納滿10周的75歲以上長者 造冊師打第二劑 將播出30萬劑 還有這些的餘量 加上我們本身的一些庫存的量 先提供給75歲以上人來打 108萬劑到貨後 哪些族群可以打到第二劑 椎中心計算後會公布 但目前為止有307.7萬人 等待第二劑莫德納 30萬劑提供75歲以上長者施打後 加上新到貨的108萬劑 也打第二劑 算起來人有169.7萬人 打不到第二劑 除此之外 第一劑都未接種的莫德納鐵粉 共59.3萬人 年底前打得到疫苗嗎 如果對於mRNA疫苗 情有毒中的話 那我想bnt那個莫德納 那性質是相同的 傳出10月底前 將累積到貨400萬劑莫德納 渴望緩解國內民眾 等待施打第二劑的焦慮 另外9月17號下午 也有一批自購AZ疫苗 64萬劑抵台 但AZ疫苗人不足 看看AZ未打第二劑 還有646萬人 加上到貨64萬劑 庫存超過222萬劑 但仍有423萬人 苦等第二劑 部分長輩們開心 能達到第二劑 只是接下來的疫苗 是否真的如期到貨 年底前兩劑覆蓋率 能否衝高到六成 也引發民眾質疑 藉周天將要詳於SNG台北採訪報導